独揽四大美人的唯一女演员居然是她 佟丽娅要演西施了 新剧《幻西沙》开拍 角色还蛮让我期待的 范里是韩庚饰演 夫差何润东 正诞陈都林 编剧邹靖之先生 著名诗人剧作家 凡他出品 必属史诗级大戏 今天这篇文带你回忆影视中 难忘的四大美人们 先摆一枚彩蛋 唯一演变西施 王昭君 貂蝉杨 杨玉桓的女演员是谁呢 答案你十有八九猜不到 秘史挖掘机 游小刚先生 2012年拍了西施秘史 吴靖靖出生在浙江朱记 真正是西施林家少女 她从小随姑姑 吴倩倩辜负游小刚生活 进水楼台先得月 本身也很有灵气 21岁就凭借这一角色走上巅峰 马景涛演吴王夫差 依然咆哮 我个人最爱的是2007年的 卧薪尝胆 陈道明老师的月王勾建 有一百种层次 战败的痛苦 被俘的隐忍 折服的英质 复仇的爆发 晚年的胡怡 左小青眼的月王后雅瑜 端庄贵气的大清衣之美 可惜结局心碎 拿了深情霸总剧本的夫差胡针 莫名让我心动 老戏骨扎堆 相比之下 年轻的安以轩并不讨巧 她演的西施 被许多网友吐槽不像 主要是圆嘟嘟的嘴唇 偏现代感 甜美有余 婉约不足 盛在意境秤美人 寝宫里的白纱 夜色中的无影 久在梵龙里 负得反自然的十里桃花 再往前数 群众打分比较高 是蒋晴庆 1996版西施 杨洁导演作品 一个西施 秒杀十个穷瑶女郎 高湖巨照 也藏不住真正的水灵 河角圆柔而不肥 下巴精致而不尖 眉目寒情 魅惑起人来 容易入戏 肤色兴奋 符合大众想象中 灼粉太白 诗诸太赤的奇施 1998年战国红颜 西施张铭 就是另一派风格了 张铭两颊瘦靴 眉宇间有一种 妩媚和硬度混杂的功气 演赵铭贴切 演西施就过于强硬 这样的美女前夫坐卧底 一看就不是持中物 会激起目标的警惕吧 1985年有部25集港剧西施 女主黎燕山 年代感十足的画风 还以为误入了白娘子片场 这张活跃于天涯的西施图 来自1983年内地的一部电视剧西施 她是舞剧演员 董智芝老师 惊艳了时光 温柔了岁月 果然深藏不露的大美人 很多都藏在妈妈那一辈啊 再往前 与蝴蝶笔尖的影坛 明淡 圆美云 早在1940年 就演过西施 2007版 王昭君 拍遍国内大腕的陈嘉玲导演 力捧新人 唯独四岁就跟他合作的杨幂 算是老演员 当时21岁 那时还长着虎牙的大秘密 灵气够足 眼睛里有娇俏 也有孤勇 几乎同一时期的母仪天下 白庆龄饰演王昭君 与清田戏的大秘密不同 她的脸是纯熟戏 增三分浓艳 减两分天真 2006年剧版昭君出赛 李彩华扮演王昭君 那时的她还没扛下 恶女小三A里 穿的也不是品儒的睡衣 而是西汉的取居身衣 和亲远嫁之后 换成匈奴的新红披风 1987年 黄红主演的十集剧《王昭君》 很多观众评价 《行似王熙凤》 比较古早的还有1964年李汉祥导演的王昭君 扮演王昭君的是传奇影后灵带 由于当年技术所限 加上影像资料像素太低 看起来不免有浓重的苦感 但就是这样的不够美貌 才真实记录了电影行业的变迁啊 《四大美人》中唯一虚构的是貂蝉 就因为虚构 想象空间更大 2015年 《武神赵子龙》里 那扎眼貂蝉 衣服饰品多是猪纱红 胭脂粉 松石绿等高饱和肚色 极尽可能地展现 妩媚的性别特质 如果不讨论剧情和逻辑 只看视觉效果 那2012年 《童雀台》里刘亦菲的貂蝉 我真是太喜欢了 《万人迷》陈豪 在2016年电视剧《三国》里 再次凭借美貌 辟逆众生 巧合的是 2002年 两部电视剧《貂蝉》和曹操与蔡文基 前后脚播出 两个貂蝉 一个张敏 一个宁静 张敏这张巨傲美人脸 无论如何 都不像肯取悦男人的样子 静静子 还是做小伏迪 也掩盖不住十米气场 烙印最深的是 王福林导演 1994年版《三国演义》 陈宏演出了 我想象中的 貂蝉本蝉 《人间牡丹》 1958年版貂蝉 还是李汉祥导演 还是御用女主演 林黛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似美 那么西施是柔 昭君是美 貂蝉是艳 杨玉环则是贵 再没有哪个女人 比她更人间富贵花了 她是圣堂的标本 代表着风宴 极乐 鼎盛 月银则亏 水满则矣的大事 这样的归例 在2017年 陈凯歌导演的 《妖猫传》里 淋漓尽致 据记载 杨贵妃有胡人血统 张荣荣是中法混血 欧化的扮相 引起一波争议 说她是最典型的 氛围美人 无人反对 奇幻如梦的极乐之宴 凌驾在金色大殿上的秋千 认谁站在这样的背景面前 都会是美人吧 无论《妖猫传》 还是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杨玉桓都是瘦的 紧致小脸 尖细下颗 外形上比较符合观众想象的 还是2010年 由小刚的杨贵妃秘史 嗯对 又是秘史系列 樱桃是几乎所有杨玉桓当中 用微表情 把最初的儿媳身份 诠释得最好的 不是轻浮地接受 更不是断然地拒绝 而是年轻女子 对权力顶峰老男人的复杂感情 敬畏 好奇 欲赢还剧的矛盾心理 她演出了杨玉桓 那一份妾 别小看这一份妾 拿捏分寸太重要 多了 显得小家子气 折准了大唐气象 一丝没有 就体现不出 不伦之恋的真实性 2003年大唐歌妃 王露瑶是美的 只是这建筑场景 让人吐槽 旅游景点的记事感 2000年港版的杨贵妃 向海澜 毋庸置疑的漂亮 但就是不像 不像六宫粉带物颜色的杨贵妃 倒像个不够得宠的嫔妃 揣着一股 要翻盘的狠劲 棋逢对手的殿堂级杨玉环 必须是以下两位 1992年电影杨贵妃 主演周杰 周杰老师是著名舞蹈家 霓裳与音舞 跳到了屏幕上 所能见到的最专业级别 豆瓣网友评价 有敦煌壁画的感觉 1990年电视剧《唐明皇》 主演林芳斌 林芳斌原本鲜瘦 为了演好杨贵妃 刻意长胖 逼着自己啃馒头 喝豆渣状的营养液 一顿吃14个包子 终于增肥30斤 等到演完戏 减肥过程中 身体受到不小的亏欠 还一度换了哮喘 让人心疼 苦眉白瘦 林芳斌版的杨玉环 至今仍是一代 中年人心里的猪杀质 富贵花 《妖猫传》上映时 一位胖姑娘成了团宠 她长这样 因为极乐之宴上 一个傲娇的回头 一句称怒的放肆 网友们都叫她 放肆贵妇 她胖呼呼 圆滚滚 眉毛像两只黑黑的小虫子 明眼人却能看出 她才是最符合 历史真相的唐代名媛 三花侍女图里的贵妇 可不就跟她一毛一样 就算是最有名的美人 在民间传说中 也各有缺点 西施大脚 招君靴肩 貂蝉耳朵丑 养育还有狐臭 所以 真正的四大美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答案 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中国人心里 就有一千种四大美人 人们对古典美的定义 来自书籍 古画 影视剧 更来自私人的偏爱 与无尽想象 就像李翰祥导演 把四大美人的故事 拍了个遍 但女主角并不固定 唯一演变四大名著的 女演员是老戏古和情 她绝对担得起 美艳不可芳物 却并没有演过 四大美人中的任何一个 就像蒙曼老师 解读的那样 四大美人之所以成为 永远的审美顶流 除了美貌 更因为他们情深义重 个人命运与历史 如此紧密相连 西施牺牲了青春和爱情 救过于危难 王昭君用女性温柔的力量 保证了边疆多年安宁 貂蝉用美人计 收拾掉乱世枭雄董卓 推进了历史 杨一环代表着 大唐盛世的美学艺术巅峰 是一段不朽的文明 所以可以揭秘开头抛出的疑问了 唯一一位演变四大美人的女演员 是谁呢 她叫乐蒂 少使当家花旦之一 1967年 三十岁的乐蒂 在电影《善中人》当中的 一场梦境戏里 演变了西施 王昭君 貂蝉和杨玉环 也就是说 这四个角色 碰巧是在同一部戏里出现 这才有了 及所有宠爱于一身的天选之女 美从来不是千篇一律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谁都不可能占尽每一种 你也是啊 相信平凡的自己 拥有某一个角度独特的美 发现她 扬长臂短 把她发挥到极致 你就是与众不同的